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8月4号 在新闻点评开始之前 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个消息 小民之心网站开始试运行了 欢迎大家前来浏览 今后我会把节目的文字稿、图片 以及相关的参考资料 发布在小民之心网站上 另外注册会员 可以及时收到小民之心节目的最新信息 还可以留言、进行文字交流 希望小民之心网站的建立 能够密切我们的联系 增进我们的友谊 昨天,佩洛西顺利地结束了他的台湾之行 与当地时间下午6点登机离开 整个过程可谓是有惊无险 佩洛西用他勇敢无畏的行动 表达了对台湾民主制度的支持 和对中共武力威胁的警告 此前,习近平当局一再发出威胁和恐吓 尤其是中共军方公然表示 如果佩洛西访台成行 军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暗示将采取军事行动阻止佩洛西前往台湾 国内的一些媒体甚至宣称 佩洛西访台之日便是两岸统一之时 8月1日,恰好是中共的建军节 临近台湾的共军的东部战区 在傍晚发布了题为严阵以待 听令而战的视频 内容包括陆海空军等作战和宣誓的画面 并打出埋葬一切来犯之敌 向着连战圣战前进的宣传口号 当天,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 针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传闻叫嚣说 我们再次正告美方 中方正严正以待 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私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中共当局威胁佩洛西访台的舆论中 胡锡进的调门无疑是最高的 他最早提出了要半飞佩洛西专机 乃至击落佩洛西的专机 显然,中共的外交部 国防部的表态也让他兴奋不已 就在8月2号的当天 胡锡进还表示 今天是个敏感时间点 传佩洛西将在今晚窜访台湾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这个时候我想对大家说 我坚信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 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外交部、国防部都反复表示 严正以待绝不会坐视不管了 国家信誉在此 怎么能不反制呢 所以让我们稍安勿躁 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拭目以待 胡锡进都坚信中共当局 一定会采取军事行动 那些老粉红、小粉红 当然会更加的相信 中共当局一定会采取军事行动 针对习近平当局的威胁恐吓 美国国务卿8月1号表示 如果佩洛西决定访问台湾 而中国制造某种危机 或者加剧紧张局势 北京将负完全责任 这是对习近平当局的严重警告 显然 习近平当局的过激反应和挑衅行为 已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 为了确保佩洛西台湾执行的安全 除了外交行动 美国军方也做出了严密的部署 一个航母战斗群和一个搭载了 F-35隐形战机的两栖突击舰战斗群 也进入了预定区域为其护航 离台湾不远的美国驻日本军事基地 也派出了多架战机和加油机做好准备 此外 天上还有两架大型的巡逻机 在相关区域进行巡逻 在8月2号晚上10点44分 在美军的高度戒备当中 佩洛西的专机平安的降落在台北 习近平当局没有敢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此前的疯狂叫嚣 顿时成了世界的笑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国内一些老粉红小粉红 对当局的宣传深信不疑 几天来一直对习近平当局的军事行动 翘首以待 等待中共的战机击落佩洛西的专机 穿越台湾岛 并开始武统台湾 当佩洛西的专机平安降落的消息传来之后 他们瞬间崩溃了 一片哀嚎 纷纷在微信微博上发言 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 还有人公开指责中共当局软弱 甚至还有个别人拉标语到政府机关去示威 标语上写着 政府无作为 王族灭种之兆 当然 在中共当局的高压之下 那些老粉红小粉红 还是非常的克制 真的有什么行动的话 那也是只能自打耳光 把怒气发泄在自己的脸上 眼下的这个结果 是习近平想要的吗 这样的结果 想必不是习近平所期待的 他的所作所为 除了遭到国内国外的抱怨和谴责 他可是一无所获 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了 但是留下了许多重大的问题 值得我们深思 其中最主要的是 如何看待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 习近平事先是否想到了 会是这样的结果 还是他根本就没有考虑 其言行的后果 也许习近平以为 在他们声色俱厉的威胁恐吓之下 佩洛西或许会取消访问台湾的计划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他们的恐吓能够达到效果 在今年4月份 佩洛西曾经表示 将要前往亚洲进行访问 中间可能到访台湾 消息传出之后 习近平当局极为的愤怒 并大家威胁 巧的是 佩洛西随后宣布 感染了武汉肺炎 宣布取消这次访问 现在看来 习近平当局真的以为 他们的恐吓和施压 发生了作用 认为佩洛西宣布 感染武汉肺炎 只是一个借口 根据这个经验 习近平当局这次 加大了恐吓的声量 乃至公人威胁 将采取军事行动 从这一点来看 习近平当局 对美国的政治运作 对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以及大国之间的对抗方式 缺乏基本的了解 习近平似乎真的以为 东升西降 真的以为 美国已经怕了中共 因此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 对于习近平这种 政治自逼症患者 这确实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 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 习近平虽然很清楚 中共在经济和军事方面 和美国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 以中共现有的实力 也足以让美国 不敢轻易的 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即使中共采取了一些 挑衅行为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 习近平当局 敢于公然的吓唬美国 能够唬得住 那更好 唬不住 也没什么大的损失 敲诈成功 那当然好 敲诈不成功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这个问题上 习近平显然不如胡锡进 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 国家信誉 更严重的是 习近平此人没有耻感 没有羞愧的感觉 出了丑 也不觉得丢人 事实上习近平已经有过多次 这类的表现了 比如在中印动朗对峙 和中美贸易战中 一开始习近平当局都表现得 异常的强硬 最后却毫无原则的仓皇退下 虎头舍尾 不计后果 既不在意国家利益 也不在意个人声望 甚至都不知道难堪 从这一点来看 习近平不过是一个政治破辟 政治光棍 有人认为 习近平当局对美国的威胁恐吓 只是眼给国内百姓看的 显然 美国方面并不这么认为 美国方面丝毫也没有忽视 低估习近平当局的威胁恐吓 除了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 进入预定区域 美国驻日本的空军基地 还派出了八架重型战斗机 飞往日本南部 尤其特殊的是 在8月2号的晚上 共有22架大型空中交机 汇集到了美军诸日空军基地 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这说明美军已经做好了 大规模空中对峙 乃至大规模空战的准备 一旦有情况 这22架空中交机 足以让美军的上百架战机 长时间的在空中巡逻 以确保他们的空中优势 除了美军做了相应的部署 台湾国军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2号上午 高雄左翁军港 海军的主要战舰全部出海 前往指定地点进行戒备 空军也派出战机挂弹升空备战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确保专机的安全 美军精心选择了航线 无论是前往台湾 还是离开台湾 佩洛基的专机 基本上都保持在 第一岛链之外 远离中国大陆 刻意避开了 中共海空军可能威胁到的区域 显然 美军的严密部署 让习近平当局 不得不有所收敛 现在我们无法断定 假如美国完全不做军事准备 习近平是否会真的派前战机 拦截佩洛西的专机呢 很有可能 美军的强烈反应和严密的军事部署 大大超出了习近平当局的估计 无论如何 这是习近平当局和美国的一次公开较量 习近平当局在国际和国内的强烈关注下 完全失败了 当然习近平当局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和美国彻底摊牌 更没有准备和美国决战 而是极端荒唐的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 企图通过威胁和恐吓来吓退美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把这次事件看作是 习近平当局试探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 以及试探美国的相应军事准备 这次的结果 估计会让习近平非常的沮丧 也非常的恼怒 如果说 这是习近平在国内发起的一次 对美国的仇恨动员 那么效果可能达到了 有一点美国应该明白 习近平对美国对台湾关系的日渐密切 确实真的很愤怒 乃至刻骨仇恨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真的伤到了习近平的心 佩洛西的这次行动 真的让习近平受了内伤 他的一统江山的中国梦 很有可能将化为泡影 谈到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 就不能不谈胡锡进 可以说 在党国威胁恐吓佩洛西的行动中 胡锡进的表现最为的激进 也最为引人注目 胡锡进疯狂的叫嚣 击落佩洛西的专机 准备使用军事回击 这个美台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 胡锡进宣称 这一次我们不能后退 这次危机是我们给美国鹰派 在台湾问题上立规矩 是彻底压垮民进党当局 嚣张气焰的绝佳机会 应该肯定 胡锡进的言论 在激发老粉红 小粉红的民族主义热情上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有观点认为 习近平当局这次成为世界的笑柄 在国际上丢尽了脸面 威严丧尽 胡锡进要负最大的责任 这就是皇帝犯罪拿太监开刀了 事实上 佩洛西的专辑降落台湾以后 胡锡进已经遭到了国内民众的一片冷嘲热讽 胡锡进表示 我们的外交努力和舆论斗争 没能拦住他 老百姓有些失望 一些人在网上骂娘 撒气 胡锡进还说 有一些人拿我当出气筒 我也必须听着 显然 对于成为出气筒的角色 胡锡进很是委屈 胡锡进特别提到 我经历了无数风雨 但我成了舆论场上真正的长寿者 这句话 可是胡锡进难得说出的一句实话 确实很值得玩味 应该说 他担任环球时报副主编 主编将近二十多年 一直在风口浪尖上 能够顺利的挺过来 已经很是少见了 在他任职的这些年 不知道有多少个主编 社长被撤职被查办 胡锡进却一直稳私不动 他确实是舆论场上真正的长寿者 胡锡进这是在自夸 他善于领会上风的意图 绝对不会胡砍乱说 那些话都是有来头的 请不要拿他当出气筒 不能不承认 胡锡进察言观色 曲意英和的本领确实高强 而且他确实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 应该说 胡锡进非常的敏感 反应也很到位 在重大问题上 总是能够准确的领会上风的意图 就在威胁拦截击落 佩洛西专机的问题上 胡锡进的觉悟和反应 比中共的国防部 东部战区都要领先 中共的外交部 国防部和东部战区的表态 和胡锡进的话 并没有二致 甚至比胡锡进还夸张 可以肯定 中共的军方 是完全听命于习近平的 中共军方对佩洛西的威胁 无疑就来自习近平 而且就在几天前 习近平和拜登通话 就佩洛西访问台湾一事 习近平本人亲自出马 发出威胁 民意不可违 玩火必自焚 这足以说明 胡锡进的那些恐怖言论 根本就是秉承了 上风的意图 他不过是说了 习近平想说 而不方便说的话 习近平的民意不可为 就是在替胡锡进背书 在信息受到严格管控的 中国的今天 没有人可以放言国事 胡锡进看似肆无忌惮 胡砍乱说 其实那完全都是党的想法 都是领袖的意思 胡锡进的很多话 完全是梁家河风格 只是在厚黑学上 胡锡进明显的不如习近平 胡锡进向外界诉苦 到委屈 这显示出 他的道行还不够深 对于已经82岁的佩洛西来说 这次台湾之行 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让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作为国会议长 这次台湾之行 也必将成为台美关系新的里程碑 而载入史册 面对中共当局的威胁和施压 佩洛西一下飞机 马上就发表声明 宣布正式访问台湾 并强调 以此代表美国 对台湾坚定不移的支持 而且 越是在中共当局的压力之下 佩洛西就表现的越是从容 他选择在台北过夜 显然是一个特别的安排 应该说 习近平当局的草率 愚蠢的言行 让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变得更加不同反响 显而易见 在台湾问题上 中美之间的对立 是无法化解的 这种对立 从中共和美国建交的时候就存在 而随着中共经济 军事实力的膨胀 而变得日益尖锐 美国并不反对两岸统一 美国反对的是单方面改变现状 反对的是武力统一 这是美国政府 自始至终的原则 美国承认中共政权 并不意味着就允许中共政权 可以随意的处置台湾 佩洛西访问台湾 就是美国政府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只是对于美国发出的这个政治信号 习近平当局完全从相反的方向去理解了 这只会导致双方的关系更加的对立 导致裂痕加深了 对于美国来说 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在遵守和中共达成的任何协议了 因为中共当局已经赤裸裸的流露出 准备随时用武力占领台湾的意图了 已经赤裸裸的在挑战和美国达成的协议 中美之间兵戎相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了阻止战争的爆发 为了延缓战争的爆发 美国有必要有理由采取一切的防范措施 完全不必在意中共当局的反应 就在佩洛西到达台湾的当天深夜 中共的外交部副部长奉命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 代表中共当局将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中共的副外长宣称 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为 蓄意挑衅玩火 性质极其恶劣 后果极其严重 中方绝对不会做事不管 他们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还没有了结 还没有完 也在这一天 新华社发表公告 工军将于北京时间8月4号到8月7号 在围绕台湾岛的六个海域和空域 进行军事演训行动 并组织实弹射击 很有可能 工军将发射导弹 从台湾岛上空穿越 这无疑是马后炮了 他们只能把对美国的怒火 都发泄在台湾 和1996年 中共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相比 这次演习 涉及的海域和空间 都有所超过 只是1996年 中共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有进攻夺取外岛的事态 而这次演习 纯粹只是威慑 仅仅是在发泄一下他们的怒火 并没有攻占台湾岛的计划 在围绕台湾岛的六个海域和空域 进行军事演习 或许是在为以后 全面的封锁台湾来做准备 当然 这一次中共当局并没有全面封锁台湾的计划 这次演习也只进行短短的三天时间 但是习近平当局已经成功的扮演了一个恶霸的形象 成功的向国际社会证实了台湾所面临的威胁 对于习近平当局这一次异常高调的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 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国内政治的需要 如果习近平不能阻止佩洛西来台湾访问 不对佩洛西访问台湾采取超乎寻常的军事行动 中国的崛起在民众眼里就变成了虚幻 中国民众会把责任算在习近平头上 因为他没有用强硬手段来阻止佩洛西访台 还有人认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在即 他不可能有任何对美国认输服软的姿态 因此习近平的言行主要是针对国内的 借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 令内部一致对外以保自己连任 还有人认为如果习近平不能强的阻止佩洛西来台湾访问 党内反对者会挑战他 习近平很可能会镇不住局面 对于习近平来说 维护他的统治无疑是第一位的 习近平很多的对外行动 也确实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比如习近平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现 这就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因为钓鱼岛问题实际上无关紧要 但是习近平当局这一次在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事件上的表现 并不都是在演戏 并不都是在愚弄中国的百姓 至于是应对他党内政敌的说法更是难以成立 事实上 中共二十大的代表已经确定了 二十大的人士也已经确定了 习近平已经发出了连任宣言 中共内部根本就没有人敢于挑战习近平的地位和权利 习近平当局这一次的做法 极大的冲击了中美关系 甚至永久性的改变了中美关系 无法想象 习近平会为了迎合国内的百姓去冒险挑战美国 习近平会这么在意国内百姓的感受吗 难道习近平会不清楚 中国的民意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吗 有人说习近平如果采取的军事行动力度不足 将无法向国内民众交代 习近平真的需要向国内民众交代吗 按照这个逻辑 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 真的像中共的历史决议所说的那样 符合全国人民的希望了 全国人民的愿望了 显然习近平需要向国内民众交代这个说法 并不符合事实 这几天国内的情况 特别是老粉红小粉红的表现 更是已经充分否定了这个观点 而且大家都知道 从中印动朗对峙到中美贸易战 习近平哪一次不是想硬就硬 想软就软 他什么时候在意过中国百姓的民意呢 尤其严重的是 习近平在这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 经常陷入非理性状态 乃至为情绪所左右 肆意妄为 从习近平上台 这近十年的表现来看 台湾在他的心目中确实有着特殊的地位 为了超越毛泽东 为了确立他的历史地位 习近平确实在准备并存台湾 而且 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 虽然经济一直在下行 但是军费却一直在增长 中共的军事实力 特别是海空军以及导弹部队的实力 有了极大的提升 这明显的都是在针对美国和台湾的 而不是用于国内镇压 认为习近平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 只是为了愚弄国内民众 这恐怕是淡化了习近平对台湾的真实威胁 淡化了习近平对美国的刻骨仇恨 美国对台湾的高度支持 让习近平仇恨不已 这种仇恨似乎已经让习近平失去了理智 但就这次威胁恐吓佩洛西访问台湾来说 如果不准备和美国真的摊牌 根本就没有必要做出那样疯狂的姿态 习近平有他狡猾阴险的一面 同时习近平也有疯狂愚蠢的一面 习近平有社局精细的一面 同时也有逻辑混乱的一面 正是习近平的疯狂愚蠢 以及逻辑混乱 导致他的行为难以预测 习近平这一次没有动手 并不等于习近平今后也不会动手 这样的家伙拥有了绝对权利 对中华民族对地区和平 绝对是一个灾难 好关于这个话题今天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